香港占中行动来到第十天了 香港政府跟学联呢 今天晚上还将会举行第三次的筹备会 商讨要在什么的地点会面 还有要讨论什么议题呢 预计这个礼拜双方就能够对话 而在昨天晚上的第二次会议上 气氛也还不错的 香港政府接纳了学联提出的三项条件 包括会面会以多人方式 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来进行协商 第一呢 就是学生和政府 都原则上同意 是有多量的对话 第二呢 是有关会面将会是学生与政府 在平等基础上 直接和互相尊重的对话 第二重复一次第二点呢 就是有关会面 将会是学生与政府 在平等基础上 直接和互相尊重的对话 第三点呢 就是若对话有成果 特区政府会贯彻落实 与会者取得共识的事项